我英文的錄音 我很少看自己在這裡哭 但看《那天的梅飛》 就是當時叫《愛的根源》的劇本 一直跟著蘇柏文的線 就像是因為當時的動作感很強 我已經知道我是蘇柏文的角色 所以我看見他後面的經歷的時候 我就跟著在那裡叮咚 其實蘇博文他對我來說是 補完一些中學時候沒有做的事的遺憾 我日常穿校服 日常上六點日常放好的東西 我真是好像多了一個中學生涯 其實做每一個角色都有一種挖掘 蘇博文挖掘了一種自信 甚至乎自傲 有妒忌 有很多這些叫做Dark Side的東西 經過我做了這個角色之後 那些東西你會夠膽拿出來 還有那個自信 對於我去做一些舞台的事 或者繼續拍攝 或者上課 或者跟人相處 我都覺得是有一個獎勁 那些東西 你還會讓我去做 你會不會有一個獎勁